在《韩非子八间》中有这样一句话 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均善之 非群臣百姓之所善则均不善之 意思是说群臣百姓所喜欢的 统治者就应喜欢就应去做 若不是群臣百姓所喜欢的 那统治者就不应喜欢就不应做 中国历史悠久 文化博大精深 别的野史杂传且不说 单单就二十四史来说 就足够一个读书人读一辈子 其中的任何一方面 其治人精深独到之处 都会令别的民族瞠目结舌 不过其中最精髓的部分 还是那些关于人心所向的结论 得人心者得天下 诗人心者 诗天下 西周建立之后 经武王尤其是周公的努力 为其巩固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可是到了西周的第六代君王 易王之时 王室已经显露出了衰向 到了第九代君主立王 形势就一发不可收拾 其原因直接与周立王有关 周立王好立 把个人的利益置于阶级和国家的利益之上 由此而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工 引起了朝野强烈的不满 所谓专利就是利用国家的权力控制生产资料 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从而从中获利 当时的大夫瑞良夫 已经看出了这种丑恶的行为 将会给国家带来严重的危害 禁建立王说 王室其将悲虎 福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 福利百物之所生也 天地之所宰也 而获专之其害多矣 天地百物皆将取焉 虎可专也 所怒其多而不被大难 以示教王 亡能久忽 福荣人者将倒立而不知上下者也 使神人百物无不得其极 由日触涕 聚怨之来也 使不不利而聚难忽 故能在周 以至于今 今王学专利 其可忽 匹夫专利 由未知道 王儿行之其归先矣 荣公若用 周必败 话已说到了周必败的地步 可对已经历令制昏的立王 完全没有作用 他进而以荣宜公为轻事 用事 对这种 置国家利益于不顾的做法 不容国人没有责难 国人傍亡 事所必然 面对这种 朝野上下沸沸扬扬扬的局面 周立王采取了错误的对策 禁止一切批评的言论 他从魏国找来了一个巫人 史坚傍者 非议者如被发现及杀之 这样一来 国人莫敢言 但仍道路以目 周立王只看到表面现象 沾沾自喜地对赵公说 武能弥棒矣 乃不敢言 赵公却很清醒 他看出 这表面平静的背后 隐伏着严重危机 他告诉立王 这只是高压的结果 但是 房民之口 甚于房川 川雍而溃 伤人必多 民意如之 是故为川者 绝之石岛 为民者宣之始言 民之有口 有土之有山川也 才用于是呼出 由其有缘习眼卧也 一时于是呼声 口之轩言也 善拜于是呼心 行善而备拜 其所以复才用 一时者也 夫民律之于心 而宣之于口 成而行之 胡可拥也 若拥其口 其语能几何 道理很浅显 接受起来竟如此困难 结果仍是王不听 于是 国末敢出言 这种状态 好歹维持了三年 一场拥之于口 而发之于心的大风暴 终于发生了 国人 项羽叛 习立王 把他抓住 流放到质地 今山西霍县东北 最后 他就死在了那里 这次事件 史称国人暴动 此后 西州王朝 虽有宣王中兴 但王室因受到沉重打击 衰败的颓势 已不可挽救了 能对时局 做出敏捷的反应 不可畏 不勤 但他只是把国家的权力 作为满足 个人欲望的工具 奴役民众 大失民心 最终的下场 当然就可悲了 在韩非子《识过》中 有这样一句话 过而不听于忠臣 而独行其义 则灭其高明 为人孝之时也 意思是说 有过错 却不听忠臣劝谏 一意孤行 就会一步步走向危险之境 最终导致身败名裂 为人耻笑 在韩非子看来 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君主存在 能够听得尽意见的君主 才能改正自己的缺点 使自己的国家走向富强 那些不听劝谏 一意孤行者 大多会身败名裂 为人耻笑 历史上有名的暴君隋阳帝 就是一个著名的反面教材 隋阳帝因暴政而亡 是个不争的历史事实 但进一步考究 也与他的刚毙自大 拒贱杀贱 有着直接的关系 隋阳帝自认为 才能比任何人都高 从不听人劝谏 我行我素 致死不回头 他曾经对于世南说 我生性不喜人劝谏 如果是达官 还想觐贱以求官 我更不能饶他 如果是卑贱世人 我还可以饶他 但绝不让他出人头地 你记住吧 甚至还说 有见我者 当时不杀 后必杀之 隋阳帝即位不久 就依仗他父亲 节俭秦政创下的基业 大兴土木 赏赐无度 追求享乐 四处游玩 一些忠职大臣都担心 这样下去 将不利于隋朝的长治久安 纷纷劝谏或议论 稀图他改正过来 但却遭到隋阳帝的诛杀 最突出的事例 是发生于大业三年 公元607年的高颖 宇文弼 贺若弼被杀害 苏微也因此被免关 杀害的罪名是 诽谤朝政 主要有以下几条 一 杨帝下诏收集 北齐北周 顾越人 及天下散越 太常青高颖劝谏说 此月久费 现在要征集 恐怕那些没有见识的人 会放弃原来的正宗 而追逐这些末流 相互叫习而传播开来 杨帝听了很不高兴 高颖又对太常成礼仪说 北周天元皇帝 因好声色而亡 阴见不远 怎么可以再这样呢 二 杨帝为了向突厥 启民克汗炫耀富有 令宇文凯制造大帐 可容纳数千人 在帐内设宴 款待启民克汗 及其部落人众 又赏赐启民 驳二十万段 其属下一次有赏 如此的铺张浪费 高颖等人看不下去 高颖对太父亲何愁说 启民克汗这个人熟悉 中原的虚实 山川的显异情况 恐怕要成为以后的祸患 又对官王杨雄说 近来朝廷极无刚计规矩 礼部尚书宇文璧 私下对高颖说 周天元皇帝的奢侈 用现在的情况与之相比较 不是更加厉害了吗 光禄大夫贺若碧 也私下议论 厌情启民克汗 过于奢侈了 三 阳帝下诏 蒸发丁南百余万 修筑长城 尚书左朴舍苏微 直言劝谏 阳帝不听 宇文帝认为 修长城的摇曳 根本不是集物 高颖 赫若碧 宇文帝等人 劝谏或议论的事情 切中实弊 隋阳帝 非但不反省自己 反而将他们全部杀死 高颖是隋国的开国元勋 是平臣战役的主要策划人 是辅佐隋文帝 造就开皇之治的主要谋臣 为朝野所敬服 赫若碧是杰出的军事家 平臣战役的主将之一 宇文帝有文武全才 历任高官 皆有能名 阳帝平时就嫉妒他们的才能 这次便抓住他们 私议朝政的小事 扣上诽谤朝政的罪名 全部处死 充分暴露了 其凶残专横的本性 四 还有一件事 也可以说明 阳帝巨剑杀剑到何种程度 大业十二年 公元六一六年 隋阳帝的暴政 已激起天怒人怨 农民大起义的烈火 在四处燃烧 可是竟无人敢 向阳帝讲真话 当阳帝问起盗贼情况时 宰相苏薇不愿意说假话 就将身体隐藏在郎柱后面 好让阳帝看不到 不要问自己 一次 阳帝特地把他叫到跟前来 他只好回答 我不主管这些 不清楚有多少 只担心贼众离我们越来越近 阳帝问他是什么意思 苏薇说 他日贼占据长白山 现在已近在似水 阳帝听了很不高兴 后来 阳帝又问他 征伐高丽方面的事情 苏薇想让阳帝知道实情 但又不敢明说 只好回答 这次战役希望不要发兵 只要赦免群道 自可得到精兵数十万 可派他们去东征 他们喜于免罪 必会争利功劳 高丽就可以消灭了 阳帝听了十分不高兴 照借口将苏薇削植为民 就是在这种形式下 阳帝还打算从洛阳到江都去游玩 又侯为大将军赵才劝谏说 如今百姓疲劳 府藏空节 盗贼风起 禁令不行 希望陛下回京城 安定黎民百姓 阳帝勃然大怒 令将赵才逮捕下狱 十天后才释放出来 大臣们都不想去 但阳帝去的决心越来越大 没有一个人敢站出来建筑 随阳帝不仅拒剑杀剑 而且不愿听陈下 反映社会上的实际情况 大臣于世纪知道 他误闻农民起义的消息 只要看到有这方面的报告 便阳损表状不以实文 东都的岳王阳栋 被瓦岗军功的招架不住 派袁善达到江都 向阳帝告急求援 反而被认为是匡骗圣上 有个宫女向阳帝报告 外文人人欲反 这本是实情 阳帝竟下令将她杀死 素卫的禁军士兵 有时也偶尔谈起这方面的情况 萧皇后明知是真情 也不得不说 天下事一朝至此 事已然无可救也 何用言之 图令帝幽反尔 从此就再无人提及 这方面的事情了 隋阳帝利用她的淫威 迫使包括皇后在内的 所有人都说假话 都在欺骗她 的确是无可救药了 不久 宇文化吉等人发动政变 将隋阳帝勒死在江都宫中 隋朝也就随之灭亡了 阳帝不听劝谏 可以说是到了偏执的程度 她的性格缺陷 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在韩非子南言中 有这样一句话 意思是说 原则虽然正确 但别人未必会听取 道理虽然完美 别人也不一定采用 韩非子是非常强调 说话技巧的 他认为 如果不讲究一定的技巧 即使道理再完美 别人也未必会接受 而掌握了技巧和方法 便可以达到 事半功倍的效果 1937年10月11日 罗斯福总统的私人顾问 萨克斯 受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委托 去见罗斯福 要求总统重视原子能的研究 抢在德国之前 制造出原子弹 但任凭他谈的口干舌燥 罗斯福还是听不懂那些 枯燥的科学论述 只是淡淡地说 这些都很有趣 不过 政府若在现阶段干预此事 似乎还为时过早 罗斯福以十分冷淡的态度 回绝了萨克斯的一厢热情 萨克斯心中又着急又生气 但 罗斯福是一位颇具微信的总统 对于他决定的是 萨克斯作为下属 不能不执行 事后 罗斯福为表歉意 邀请萨克斯共进早餐 萨克斯决定 利用这个难得的好机会 说服罗斯福 采纳爱因斯坦等科学家们 这一对美国命运攸关的建议 研制原子弹 为此 他在公园里徘徊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 萨克斯刚落座 罗斯福就直言不讳地告诫他 不准弹原子弹的事 博学多志的萨克斯灵机一动 罗斯福虽不懂物理学 对历史肯定感兴趣 我想谈一点历史 他的攻势就此开始 英法战争期间 拿破仑在陆地中一往无前 海战中却不尽如人意 一天 轮船的发明者 美国人富尔敦来到了拿破仑面前 建议他把法国战舰的桂杆砍断 装上蒸汽机 把木板换成钢板 他向拿破仑保证 法国舰队肯定所向无敌 拿破仑却认为 船没有风帆不能航行 木板换成钢板必然会沉 他认为福尔敦肯定疯了 将其赶了出去 历史学家在评述这段历史时认为 如果拿破仑采取福尔敦的建议 19世纪的历史将重写 罗斯福的脸色变得十分严肃 沉默了几分钟 然后珍满一杯酒递给萨克斯说 你赢了 萨克斯虽然不直接谈研制原子弹 但在他的类比中表明 罗斯福与拿破仑 有着极为相似的共同特点 都是战争期间都不懂物理 都面临着对一项 与战争中自己军队命运攸关的新技术的选择 其用意也不言而喻 是像拿破仑那样将新技术拒之门外而自取失败 还是与之相反 这一与当前形式极为类似的历史事实 使不懂物理学的罗斯福很容易地理解了研制原子弹的重要性 终于采纳了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建议 萨克斯向罗斯福的建言开始时并不被采纳 但他巧妙地利用一个典故说服了总统 可见说服别人是件不大容易的事情 但只要掌握了方法 便能变不可能为可能 说服别人的困难在于明明是有理的地方 别人未必会接受 这时是放弃还是坚持 对于你来说不是一念之间的事情 但一般来讲 进行有理有力有节的抗争是十分必要的 1985年9月30日 我国国家经纬 因进口5800辆三菱牌汽车不合质量要求 而向日本三菱公司索赔的最后谈判开始了 彼此挑选的都是精明强干的代表 兵对兵 将对将 双方代表步入谈判室 彼此见面时彬彬有礼 气氛友好宜然 这好像不是谈判 倒像是一场亲切的会谈 欲是这样 彼此都感到对手不凡 一根根心弦都绷得紧紧的 因为这涉及的是高达十亿日元的巨额款项 很快双方唇枪舌剑 你来我往 各不相让 日方谈判代表深知 汽车质量问题无法避免 因而采取了避重就轻的办法 日方没讲一句话 言语谨慎含糊其词 如有的轮胎炸裂 挡风玻璃炸裂 电路有点故障 有的锚钉震断 有的车架偶有裂纹 我方代表马上予以回击 贵公司的代表都到过现场 亲自查看过现状 经商检部门和专家小组鉴定 锚钉非属震断而是剪断的 车架出现的不仅仅是裂纹 而是断裂裂缝 所有损坏情况不能用有的或偶有推脱 最好还是用事实数据说明更为精确 我方代表将各种三菱汽车质量的检验证据 一起摆在日方代表面前 这些验证材料 除了使用中国国产检车设备得出的结论 还有日方刚出口给我国的 最先进的检车设备做出的复合结果 我方对日方一一进行反驳 条理清晰 反驳恰当有利 一下子就把日方顶进了死胡同 在此基础上 我方依靠科学的依据 准确的计算 提出了全批质量索赔 还要求赔偿我方用户间接的经济损失 日方代表虽竭尽权力敌党狡辩 终敌不过我方铁的事实和有利的反驳 同意支付给我方汽车加工费7.76亿日元 接着 双方争议最大的谈判项目 是间接经济损失的赔偿问题 日方在谈到这项损失费时 也采取逐条报出 每报完一条 总要不间断地停一下 环视一下中方代表的反应 仿佛给每笔金额数目都要圈上 不留余地的问号 日方提出支付30亿日元 我方代表琢磨着每一笔报价的奥秘 把那些大约 预计等含糊不清的字眼都挑出来 指出里面埋下的伏笔揭穿了对方所耍的花招 在谈判桌上 我方报完每个项目与金额后 都明讲每个数字测算的依据 最后 我方提出赔偿间接经济损失费为70亿日元 日方代表听了这个数字后 惊得目瞪口呆 过了老半天才连连说 差额太大 差额太大 并苦苦哀求着说 贵国提出的索赔额过高 若不减额 我们会被解雇的 我们也是有妻儿老小的 我方代表言辞指出 贵公司生产如此低劣的产品 给我国造成多么大的经济损失啊 但 继而又给对方放下台的梯子 安慰道 我们不愿为难诸位代表 如果你们做不了主 请贵方决策人员与我方谈判 双方各不相让 又一番讨价还价之后 只好暂时休会 日方首席代表 接通了北京通往日本三菱汽车公司的电话 与幕后的公司最高决策人员密谈了数小时 围绕索赔一事进行了紧急磋商 紧接着谈判又开始了 先是一阵激烈的舌战 继而双方一语不发 谈判的气氛骤然降到了冰点 还是我方代表首先打破僵局 中日贸易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以后的日子还很长 我们相信 贵公司绝不愿意失去中国这个 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广阔的汽车市场 如果贵方有诚意维护自己的信誉 彼此均可做出适当的让步 我公司愿付40亿日元 这是最高数目了 我方代表的话起了作用 对方有所松动 我们希望贵公司最低支付60亿日元 我方代表不做太大的让步 这样一来 谈判又出现了新的转机 经过双方挤经周折 报价压价 最终以日方赔偿我方50亿日元 并承担另外几项责任而宣告结束 一起罕见的特大索赔案谈判成功了 中方在有礼有利有节的斗争之下 基本上赢得了这次谈判的胜利 在韩非子初见秦中 有这样一句话 不知而言不知 知而不言不忠 意思是说 将不知道的说了是不明智 知道的又不说是不够忠厚 韩非子在这段话中 揭示了言与知 知与忠之间的辩证关系 强调了 为臣者要对君主 知无不言 言无不尽 当然这种言说对于下属来说 也是需要一定胆量和技巧的 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丑女无言 便是以敢于劝谏和巧于劝谏 而名垂青史的 这位叫无言的女子 长相奇丑无比 眼睛深陷 鼻孔朝天 大喉头 黑皮肤 头发稀疏 驼背粗薄 长相之丑 堪称冠绝古今 虽然无言财食渊博 颇有见识 仅就财学来说 堪称金国英豪 但他的尊荣 却让人们避而远之 已经三十多岁了 仍旧 待在身归人位时 但这并未影响到无言 他依旧刻苦学习 博览群书 他看到 齐宣王整天只知道 饮酒作乐 沉沉沉于后宫家里之中 非常担心他荒废朝政 因此很想规劝齐宣王 这一天 无言来到王宫门前 对守门的卫士说道 请向大王禀报一声 就说齐国嫁不出去的 丑女无言前来求见 愿意给大王做个嫔妃 齐宣王闻报 心中不觉好笑 愿给自己做嫔妃 不说是国色天香 也必然会有几分姿色 不知何方女子敢如此狂妄 可是他居然声称 自己是嫁不出去的丑女 有意思 于是齐宣王下令 传他进宫 等到无言来到大殿 文武大臣见了他的容貌 无不掩面而乐 心中纳闷 如此奇丑无比的人 也敢自荐给大王做嫔妃 这不是取笑大王吗 触怒大王是要杀头的 众人不禁又为无言捏了一把汗 齐宣王见到无言这副容貌 也哭笑不得 好在那天心情不错 便问无言 我的宫中已经不缺嫔妃了 你想到我宫中 那你一定有什么特殊的能耐了 无言直率地回答 那倒没有 只是会点隐语之术 不等齐王问话 无言便举目呲牙 手挥四下拍着膝盖高声喊道 危险了危险了 反复说了四遍 齐宣王不解地问道 这是何意 无言解释道 举目是替大王观察烽火的变化 劣耻是替大王惩罚不听劝谏的人 挥手是替大王赶去阿谀奉承之徒 拍膝是要拆除专攻大王娱乐的箭台 那么你的四句危险了又是何意 今大王统治齐国 稀有强秦之患 难有强储之仇 外面有三国之难 朝廷上又有许多奸臣 而大王您 又只爱阿谀奉承之徒 您百年之后 国家设计就会不稳 这是第一个危险 您大兴土木 高筑建台 聚集大量金银珠宝 搞得百姓困顿不安 怨声载道 这便是第二个危险 贤明者隐居在山林 阿谀奉承者在左右包围着您 奸邪的人立于朝堂 想规劝您的人却见不到您 这是第三个危险 您每天夜以继日的饮酒作乐 只图眼前享乐 外部修诸侯之礼 内部关心治理国家 这是第四个危险 所以我才说危险了 危险了 齐宣王感到眼前的这位丑女 实在不简单 讲的全都是治国安邦的大道理 而且句句切中要害 他想到吴言讲的四条危险之理由 不由的不寒而栗 常叹一声说 吴言批评的真是太深刻了 我确实处于危险的境地 于是齐宣王立即按照吴言的劝谏 停舰台 霸女月 退产于 选兵马 纳直言 经过一段时间的历经图治 齐国便逐渐强大起来 同时 齐宣王觉得吴言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 便纳他为王后 在韩非子问辩中 有这样一句话 敷言行者 以公用为之的构者也 意思是说 凡言语与行为 当以公用作为他的目的 韩非子在问辩中提出 语言要以他的公用为目的 也就是要注意语言的实效 不做无用功 对于这一点 十七世纪英国一个盗贼 便用其智慧做到了极致 1671年5月 英国伦敦 发生了一起举世震惊的盗窃案 一伙盗贼潜入伦敦市郊的马丁塔 想要盗走英国的镇国之宝 英国国王的皇冠 然而 这帮盗贼记忆不高 惊动了守塔的卫队 刚一出塔就被团团围住 束手就擒 后来查明 这伙盗贼共有五个人 是集团作案 为首的是一个叫莱德尔的家伙 此人能言善辩 激紧诡诈 英国国王查理二世听说 有人去盗国宝 非常震惊 决定亲自审问这些 胆大包天的狂妄之徒 于是 最大恶极的首要分子莱德尔被押到了国王面前 查理二世看着眼前这位其貌不扬的人心中暗道 我倒要看看 此人究竟有何能耐 居然敢到国宝 想到这里 便开口问道 听说 你还有男爵的头衔 是的陛下 莱德尔老师的回答 我还听说 你这个头衔 是因你诱杀了一个叫爱莫斯的人而得来的 陛下 我只是想看看 他是否配得上您赐给他的那个高位 要是他轻而易举的被我打发掉 陛下就能挑选一个更适合的人来接替他 查理二世沉思了一会儿 觉得莱德尔不仅胆大过人 而且口齿凌厉 于是又历声问道 你胆子越来越大 竟然敢来偷我的王冠 我知道我这个举动太狂妄了 但是 陛下 我只是想以此来提醒您 关心一下我这个生活无依无靠的老兵 什么 你可不是我的部下 陛下 我从来不曾反抗过您 现在天下太平 所有的臣民 不都是您的部下吗 我当然也是您的部下了 说到这里 查理二世觉得布勒特更像个无赖 便问道 那你说吧 该怎么处置你 从法律的角度说 我们应当被处死 但是 我们五个人每一位 至少会有两位亲属 为此而落泪 从陛下您的角度看 多十个人赞美 总比多十个人落泪 要好得多 查理二世没想到 他会如此回答 接着又问 你觉得自己是个勇士 还是懦夫 陛下 我没有一处地方可以安身 到处有人抓我 去年我在家乡 搞了一次假出病 希望大家以为我死了 而不再追捕我 这不是一个勇士的行为 因此 尽管在别人面前 我是个勇士 但在陛下的权威面前 我还是个懦夫 这番强词夺理 而又似乎 无懈可击的狡辩 竟然让查理二世大悦 最后 不但免了他的死罪 还给了他一笔不小的赏金 让他安度余生 从此不再做贼 莱德尔的歪理 可以说是歪到了点子上 查理二世觉得 既可泣又好笑 这种方式 虽然不怎么光明正大 而且难登大雅之堂 但确实也是一种 颇有心悸与智慧的旁门左道了 中国古代 也有人用过这种办法 去说服别人 而且是用启发式的方式 来打动别人 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 春秋时期的金陵宫 生活奢侈腐败 某年下令 兴建一座九层高的楼台 群臣劝得他怒了 于是干脆又下了一道命令 敢劝阻建九层台者斩首 这样一来便没人敢说话了 只有一个叫孙熙的大臣 很得林公喜欢 他就告诉林公 他能把九个棋子落起来 上面还能再落九个鸡蛋 林公听了 觉得这事挺新鲜 便立即邀孙熙露一手 让他开开眼界 孙熙也不推辞 就把九个棋子落在一起 接着又小心翼翼地 把鸡蛋往棋子上落 放第一个 第二个 孙熙自己紧张得满头大汗 战战兢兢 看得人也大气不敢出一口 因为孙熙倘若不能把鸡蛋落好 就犯了七军杀头之罪 这时林公也憋不住了 大叫危险 孙熙却从容不迫地说 这算什么危险 还有比这更危险的势力 林公也被勾起了好奇心 便问道 还有什么 比这更危险的吗 孙熙便颠颠手中的鸡蛋 慢吞吞地说 见九层台 就比这危险百倍 如此之高台三年难成 三年中要征用全国民力 使男不能耕 女不能支 老百姓没有收成 国家也就穷困了 而国家穷困了 敌国就会趁机打进来 大王您也就完了 您说 这不比往棋子上落鸡蛋更危险吗 林公听出了孙熙的话中之话 这几句话就像银针一样 插在林公的穴位上 让林公惊出了一身冷汗 于是他立即下令停工 孙熙让敬林公看了场 不成功的杂技表演 更受了一场形象生动的批评 那味道确实是又甜又苦 正在气头上的人 是很难听见别人的 正言相劝的 何况他还拥有 至高无上的权力 但孙熙的几句 勉里藏真的话语 便让林公如梦初醒 要道病除了 在《韩非子说难》中 有这样一句话 凡说之物 在知事所说之所今 而灭其所耻 意思是说 说服人的要物 在于懂得将对方 所骄傲的事情 装饰得更华美 而完全不提 令对方羞愧的事 韩非子在说难中 深刻地讨论了 论说在现实生活中的 重要意义 对于说话的技巧 他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 便是不提别人的羞愧之处 即多多赞扬一下别人 会更有效果 人们正是在别人的赞美声中 认识自己的存在价值 获得非常重要的社会满足感 人在婴儿时期 就从父母的点头 微笑 拍手 抚摸等赞美性的动作中 获得满足 成人以后 更多的是在别人 在社会舆论的赞许声中 获得强烈的成就感 在社会心理学上 这被称为社会赞许动机 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优点和长处 这些优点和长处 正是个人存在价值的 生动体现 人们一般都希望 他人能看到和肯定自己的优点和长处 从而肯定自己的价值 因此 诚恳的赞美之声 总是能够赢得对方的欢心 同时也为自己打开局面 创造了良好的气氛 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经说过 你想要人家有怎么样的优点 那你就怎么样去赞美他吧 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因为在人和人的交往中 适当的赞美 能束缚对方的缺点 引其向善 比如 对方本来具有优柔寡断的缺点 若听你称赞他很果断 那么他就可能鼓足勇气 向自己的缺点挑战 朝你赞许的方向去努力 因为他的自尊心 受到了你赞扬声的激励 行为科学的研究指出 别人对待你的方式 大部分取决于你对他们的态度 有的人总是抱怨别人不热情不友好 其实更多的时候 应该反省一下自己 打个不完全贴切的比方 面对镜子 如果镜子中的形象令你不悦 那么最好从自己的脸上去找原因 一个热情友好的赞许 总能换取对方同样的态度 从而为相互沟通 找到一个良好的途径 在现实生活中 有人抱怨找不到赞美的理由 其实只是他们不善发现罢了 在人类身上 值得赞扬的地方也的确很多 且不说优秀的杰出的人物身上 有许多闪光的东西 即使在普通人 也有许多优秀品质 优良品格 值得我们去赞美 因此 在日常交往中 善于发现别人身上的优点 恰到好处地赞扬别人 不仅能起到鼓舞他人的作用 而且也能密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亚当森对乔治伊斯曼的赞美 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乔治伊斯曼因发明了感光胶卷 而使电影得以产生 他积累了一笔高达一亿美元的财产 从而使自己成为世界上最有名望的商人之一 伊斯曼曾经在曼彻斯特 见过一所伊斯曼音乐学校 同时 为了纪念他母亲 还盖过一所著名戏院 当时 纽约高级座椅公司的总裁亚当森 想得到这两座建筑里的大笔座椅订货生意 于是 他同负责大楼工程的建筑师通了电话 约定拜见伊斯曼先生 为了使谈话更有成效 他拜访了这两座建筑的建筑师 因为建筑师比较了解伊斯曼 于是 建筑师向亚当森提出了一条忠告 我知道你想争取这笔生意 但我不妨先告诉你 如果你占用的时间超过了五分钟 那你就一点希望也没有了 他是说到做到的 他很忙 所以你得抓紧时间 把事情讲完就走 同时 你要尽量多的运用世界上最动听的语言 赞美 亚当森被领进伊斯曼的办公室 伊斯曼正服案处理一堆文件 过了一会儿 伊斯曼抬起头来说道 早上好先生 有事吗 建筑师先为他俩做了引荐 然后亚当森 然后亚当森满脸诚意地说 伊斯曼先生 在恭候您的时间里 我一直在欣赏您的办公室 我很羡慕您的办公室 假如我自己能有这样一间办公室 即使工作辛劳一点 我也不会在乎的 您知道 我从事的业务是房子内部的木建工作 我一生还没有见过比这更漂亮的办公室呢 伊斯曼回答说 您提醒我 记起了一样差点已经遗忘的东西 这间办公室很漂亮是吧 当初刚建好的时候 我对它也是极为欣赏 可如今 我每来这儿时 总是盘算着许多别的事情 有时甚至一连几个星期 都顾不上好好看着房间一眼 亚当森走过去 用手来回抚摸着一块香板 那神情就如同抚摸一件心爱之物 不禁自言自语 这是用英国的栗木做的 对吗 英国栗木的组织 和意大利栗木的组织 就是有点不一样 伊斯曼答道 不错 这是从英国进口的栗木 是一位专门同栗木打交道的朋友 为我挑选的 接下来 伊斯曼带亚当森参观了 那间房子的每一个角落 他把自己设计与建造的部分 一一指给亚当森看 他还打开一只带锁的箱子 从里面拉出他的第一卷胶片 向亚当森讲述 他早年创业时的奋斗历程 伊斯曼情真意切地 说到了他还提时 家中一贫如洗的惨状 母亲的辛劳 那时想挣大钱的愿望 怎样没日没夜地 在办公室搞实验的 我最后一次去家具城时 买了几把椅子运回家中 放在我的阳光房里 可阳光使之退了色 所以有一天 我进城买了一点漆 回来后 自己动手 把那几把椅子 重新刷了一遍 你想看看 我刷漆这活干得怎样吗 好吧 请上我家去 咱们共进午餐 饭后我再给你看 当伊斯曼说这话的时候 他俩已经谈了两个多小时了 吃把午饭 亚当森看了那几把椅子 每把椅子的价值 最多只有1.5美元 但伊斯曼却为他们感到自豪 因为这是他亲自动手刷的 对伊斯曼如此引以为荣的东西 亚当森自然是大加赞赏 最后 亚当森轻而易举地 谈成了那两幢楼的座椅生意 世界上没有人能拒绝赞美的语言 令别人感到开心和快乐 并不会使我们有半点损失 反而会使我们受益无穷 你又何乐而不为呢 如果你照这一准则办事 对此信守不渝 它会给你带来大量的生意 让你的事业突飞猛进 人性中最强烈的欲望 是成为举足轻重的人 人性中最根深蒂固的本性 是想得到别人的赞赏 人类最终最深切的渴望 是成为一个重要人物的感觉 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 也正是因为有这种欲望 可以说 你如果能对别人进行赞美 你就满足了他内心深处 最急切的欲望 这样的赞美之词 别人当然就爱听了 别人爱听 办事便会更有效果